第十二个问题 请问 新加坟在人身上给人看病 会被因果吗 临终是能往生吗 不一定 所谓是神仙 包括灵鬼 有修行的 都愿意借助赴人身 他来欣赏 他修善即得了 可是你要晓得 冒充 神仙 父神来看病的也很多 所以我们很难认识 冒充的 开头 他会有很灵验 到最后 他就来找麻烦了 那个麻烦就大了 所以 佛法了 不叫人 跟这些神仙往来 佛只是叫我们清净佛菩萨 佛菩萨在哪里呢 佛菩萨在经典 经典就是佛菩萨 所以佛教里头没有迷信 我们每一天 我们每一天读经 就是接受佛菩萨教会 我们跟同学们在一起研究学习 这是互相切磋注目 是以经典教育为主 尤其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佛灭度之后 三宝当中 法宝敌 佛在世是佛宝敌的 佛不在世是法宝敌 尊重了经教 一教奉行就对了